陈副主席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轻松多了 这头也不晕了 针灸啊 就是为了通经络 活血脉 以后呢 我每天来给你扎一次 这对治疗肝病会有帮助的 好 那就谢谢你了 应该的 副院长 这大米粥加冰糖 安来能喝吗 可以喝 大超 这大米从哪儿来的 这是主席派人送来的 说是张总政委身边的警卫员给的 好 一定是 那个叫苏一同的警卫员 是的 这不主席 在藏区恨大美洲可不容易 是啊 四方面军也喜欢吃大米的人多 每个部队的随时班都会保存一些 都会保存一些 留给那些生病的同志之 真不应该 轻易地放弃 喘息根据地呀 五中南三个师两个律的兵列 已经进入宋潘平武一线 构筑坚固的碉堡阵地 此外 王军的第三军已向陶河一线进发 控制闽江临这一带 雨雪松的第五十一军 自于天水 控制龙溪五三干谷 马步方步 自于贵德临下 将贵德临下寻花三地团团围住 委员党这份部署 真可谓是天罗帝王 公军清醒不前 他们不动 我们就逼他们走 我命令第四十五军 从卯宫演湖边阿爸追击 是 命令第二日一军 约敏江向李县驱赶 是 命令战边第二次王城随市长 命你部出白草场 将贞江关合围 是 此不马上行动吧 是 是 朱老总啊 你在这个总司令部受委屈了 这个郭涛同事 你真不知道啊 他在想什么 你提出一项计划 一个任务 他总是绕着圈子讲话 表面上看 他还尽力地照顾两个方面去 其实呢 我跟你说 他就是心思太重啊 想法太多啊 什么想太多 我看他就心里有鬼 朱老总 这些草案你都看了吧 我看过了 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这个郭涛啊 提出的联邦政府啊 就是想否定苏外遇 我听说凯峰同志 亲自去看过他 我只是证明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 中央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中央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问题 本不宜在这种时候讨论 但应国外同志提出 中央还是决定 通过这次会议 有必要做一次说明 这份决议草案 大家都看了 现在 大家开始发表意见了 陆浩同志 陆浩同志刚才已经说了 这次会议是我提出来的 那我就第一个发言吧 我们之间存在分歧 是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梁山的好汉 不打不相识嘛 我们的政治路线 很可能错了 也可能没错 但是检讨是必须的 我不同意 这份决议草案的观点 我认为 我们的苏维埃运动 不是胜利了 而是失败了 现在所有的苏区 都已经丧失 红军遭到重大损失 我们被迫撤到藏族地区 郭岛同志 我不赞同 你这个说法 苏维埃运动的这个政策 是共产国际制定的 也是我们中共啊 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 因此 我们不能说它是错误的 更不应该讲啊 它是失败的 眼下我们是丢失了一部分根据地 但是我们还要创立更多 更大的新的根据地 苏维埃政府 不仅要存在 而且发展壮大 一时的失误 一时的困难 怎么可以说成失败呢 这种对革命前途啊 悲观失望的情绪 国道同志 要不得呀 这对革命是很不利的 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啊 怀疑中央提出的 北上抗日的这个口号 我想在这儿呢 再提醒一下大家 中央啊 在一九三二年 就发表了 北上抗日的宣言 主张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少超 少超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又躺不住了 放心 也不知道会议开得怎么样了 我要去看一看 那里有毛主席他们 你放心吧 我怎么能放心得下呀 国道同志 一会儿要解决组织问题 一会儿又要解决 政治问题 他真是不可 打破红军的利益 拿革命当儿戏啊 这是极端的个人主意 是军法作风吗 你看看 你先躺下 先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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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来 你要先把你自己的身体养好 别再让毛主席他们担心你的病 那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了 就是 不知道会议开得怎么样了 我想知道 同志们 党中央 是全国人民的党中央 不只是一四两个方便军内 是全国红军 和全国白区啊 所有秘密党组织的党中央 是真正的 因此 中央的政治路线的对错与否啊 我看 不应该有 一四两个方便军来检讨 而且现在 也不是检讨的时候吗 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 是军事行动 我想在这儿再强调一下 一切的军事行动 必须要严格地服从 中央的决定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绝不容任何人 讨价还价 讨价 有鞋 来好吧 他一直见不到同志们 心里特别地着急 就是不睡觉啊 走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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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动 你躺在这里 走 走 主席啊 会开得怎么样啊 本来啊 你就放心地好好养兵吧 天翻不了啊 地也覆不了 明天早上起来 太阳朝阳升起 是啊 你就放心吧 有我们的 有我们的 决议通过没有啊 决议是否通过并不重要啊 我们现在主要考虑的 是军事问题 郭涛同志提出来要开这个会 我们做了让步 但是让步并不是妥协啊 我们一定要在会上 表明中央的态度 我跟你们说啊 刚才 我晕晕乎乎地 好像睡着了 我看见啊 你好像双手插着腰 站在台阶上 再赢一首诗 你毕竟讨栈 你还是也不敢做 PR 好 pos 你不自导 就为甚 даже有他们的 睁务的 他咱们不oren 看你的心 惊心 余香浅底 万泪双天 敬自由 畅辽阔 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啊 没想到 你们不但知道我这个词啊 还能背下来 不是啊 好事都记得住吗 是啊 我还记得 这是你一九二五年秋 在长沙写的吧 那一年你三十二岁 好像正在去 广州农民讲习所的路上 是啊 一晃十年了 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本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当然是中国共产党 和他所领导的 公农红军 公农红军 校长 我已经按照您的布置 在松攀 你这就好 有没有 我这就是 穿上速农的 我就是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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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想 由于目前湖宗南部 已集中兵力 恶守宋潘 红军很难将宋潘 沿大道进入甘南 因此 宋潘战役计划 不得不放弃 时下 只能从自然条件 恶劣的大草地 北上 不成东正 你来讲一下 新拟定的下逃战役计划吧 是 下逃战役计划 是将红军分为 左右两路北上 幽入军 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 第三军组成 中央机关 前敌总指挥部 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 第九 第三十一 第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 第五 第三十二军组成 红军总司令朱德 总政委张国焘 和总参谋长刘伯成 随右路军行动 十爷 十爷 十下部队筹量困难 军心不稳 这里不是解留之地 我看可以把这份计划 上报给中央 不过 西进计划也可以考虑 我们可以进阿坝 到青海 宁夏 然后到新疆基地 从那进击 直接打通 与苏联对接的通道 来 吃早餐 我阿们 阿们 快吐了 吐了 扔了 扔了 别吃这个 怎么会吃这个呢 你东西吃 来 拿着 拿着 快吃 你们是哪个村的 小哥哥 怎么不回家呢 家没暖 今天就出院厕所了 走 跟我回去 来 来 来 签住 过来 走 走 走 周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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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六回来了 来 这是从哪儿弄过来一堆娃娃呀 我路上捡的 来 过来你坐下 这些娃娃的爹妈呀 都是被大爷给害惨了 这娃现在都不家可归了 这个烟土啊 害人真是不浅 这一带还竟是些抽烟的农户 饭都吃不上 还要抽 是啊 就是苦了这些娃娃 来 老刘啊 我看我们 可以组织一个流动学堂 这样学堂每到一处 可以教娃娃们一些革命知识 和基本的武器使用 这样打起仗来 也可以保护自己 说不定啊 还能帮上我们大忙呢 来 喝一口 由县委县政府提供一笔钱 保证娃娃们的吃货 俗话说得好吗 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慢点 慢点 好 这可是一批啊 我们红军最珍贵的后备力量 我看行 那这个教育你可是责无旁贷啊 行啊 革命 革命 对了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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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革命 中国人 要革命 对了 娃娃们 知道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要革命吗 因为只有革命 我们才能吃得上饭 才能不受人欺负 才能结束苦日子 记住这些 所以我们才能闹革命 那革命能让我爹娘回来吗 你爹娘去哪儿了 前几年 我家没交上烟 爹娘被村里的理财主给打死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杨娃 你在桌上我给大家放羊 大家都叫我杨娃 杨娃 革命 虽然不能让你死去的爹娘 活过来 但是却能让活着的人 都有尊严 以后 你们都不用再给地主 放羊 做长宫了 你是自由的人 你们可以做 你们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那我想让你教我认证 让我再交给村里的人 杨娃是想做个小教书将啊 好 只要我们把专稿剥削的地主 和军阀全部赶跑 你们就可以实现你们的愿望 不 是我们大家的愿望 就都能实现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杨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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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人 小堂哥不认识我了 你咋成这样了 你这是咋的了 你生病了 没事 快 走 看你妈坐会儿 慢点啊 把矿扎下来 你这咋整成这样的 最近拉肚子啊 浑身没劲 肚子饿 秀贤 敏人 姐 臭小子 你怎么来了 腿怎么了 怎么还主伤鬼了 受伤了 我姐夫不常说吗 三条腿走路 要比两条腿走路要舒服 部队酬粮 顺便路过这儿 过来看看你们 不过 没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 臭小子 还带啥好吃的 敏人 你挡着我给你拿吃的去啊 快坐下歇会儿吧 坐下姐 敏人 姐跟你说 姐姐不在你身边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别总让我操心啊 姐 我都十七岁了 能照顾好自己 别瞎操心了 看你瘦的 敏人 给 拿着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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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不行 姐 现在美人的粮食 都是定量的 我吃了 你们吃什么呀 感谢 臭小子 快吃 我跟秀夏两个人分着吃 对 这是我的口粮 你就放心吃吧 啊 小唐哥的口粮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客气啥 快吃 快吃 慢点 别噎着 别 慢点 我给你拿点水去啊 慢点 美人 别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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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回不客气了 我就身边过来看看你们 我走了啊 别噎着 别噎着 臭小子 你喝口水再走 你能那么着急啊 别噎着 你要不要再歇会儿啊 帮我好嘴姐 走 给我地儿小盘客 还贫 不走吧 走吧 慢点 来 快 慢点吃 美人 路上你注意安全 放心吧 姐 回来了 霍大姐 霍大姐 女人呢 走了 你 你 颠 确 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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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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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吃饭了 你们都吃过了 吃过了 吃过了 任志 你少抽点烟 子珍 有人说看到没人了 他回来过没有 来了 他们部队酬粮正好路过这里 说来看看咱们 给 你昨天吃的辣椒 现在啊 很多部队上 粮食供应都很紧缺 很多战事 都是半鸡半饱 一半清磕 一半啊靠野菜度日啊 不知道闽人怎么样 子珍 闽人怎么样 他刚生病 又拉肚子 整个人饿得像个鬼似的 修霞 这孩子 没有他说得那么严重 他呀 就是拉个肚子 那你们 也没有帮他搞点吃的 给了 给他拿了两个馒头 修霞的口粮 子珍呢 修霞 你怎么能让他吃这个 修霞的口粮呢 修霞 你看 这个棒啊被我吃过了 这个啊 我先还给你啊 我 我不敢要 等等 那半个 就这两个花生抵掉了 来来来 主席 你这样你就 把我当外人了 听话 说着 行了 认知你们俩就别让了 你这两个馒头 你就给我乖乖地吃 你这 我的那两个 已经给了修霞了 对 来 花生拿着 来 主席给吧 拿着 谢谢主席 你知道人家闽人 怎么说的吗 嗯 吃自己堂克的 不客气 什么堂克 我知道了 闽人这个小子 人不大 就想起堂克来了 这 这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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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东西 怎么总跟着我了 是不是饿了 等着 小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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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东西 你长这么可爱 跟我走吧 好不好 嗯 不说话就同意了啊 走 脖子 好 啊 送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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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里 六 六 里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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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干吗呢 这里面没有人 就看一眼 又不拿东西 还能管我们禁闭啊 关禁闭 你小子想的没 关了禁闭 还不用跟着他们去酬粮了 我告诉你们 首长多次说过 民族宗教无小事 搞不好会杀头的 饿死总比枪毙了强 明白吗 明白 还真会枪毙啊 我还会骗你啊 还要看严重不严重 严重的话 枪毙都是轻的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赶紧走 是 怎么跟他在里面的 能失败了 就能失败了 吗 知欣 虎哥 她 她们这是干什么 学习什么东西啊 学习什么东西啊 你也要提东西 我提什么 我提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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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对她 军孽十年 爸 妈 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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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战士 谨止私自入内 中国工农 红军总政治部 那不就是张国焘的部队吗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小表哥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教唱 声音 是啊 颜想太坏了 按规定他怕是不能活了 贺敏仁是贺大姐的亲弟弟 毛路熙的小舅子 这件事情啊 不好处理啊 走 主席 你们都吃饭了 吃光了 吃光了 主席 我们到底怎么办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嘛 明天一早 知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席 贺大姐让我问你要不要烫烫脚 今天就算了吧 主席 贺大姐要是知道了她会不会 小钟总人 你陪你贺大姐去休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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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站住 准备 雪山 草地 秀霞 刘班长 这么晚你来这儿干吗 我找二哥有急事 小孙 来 你带秀霞去见咱们营长 是 快去吧 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二哥 你要想想办法呀 我问怎么办呀 秀霞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我都想哭了 可是现在 既然毛主席都已经下命令了 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呀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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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康米人 就停在这儿吧 康米人 箱 Platz 箱osas 箱子 箱子 感谢观看